巴西删掉iPhone 行Android 砸到鼻 雖然人們說iPhone 5沒有來新意 但Apple產品怎會那麼容易死 現在大多人都想借它的名字發為 巴西有一間公司 二千年註冊了iPhone的名字 不過他們沒有乘機跟iPhone打官司作分筆 反而最近出了iPhone Neo1 原本叫做iPhone 也應該有差不多叫作力 不過他們不知行Android系統 而且還是幾年前的舊版 但還要賣二千多港元 這樣的裝備加上幾分子iPhone 在落後地方都能騙人